五十九歲的英國民眾麥克唐納 前往位於愛丁堡的英國國家機器人中心 準備參與一項復健實驗 今天他的物理治療師不是真人 而是一位AI機器人 麥克唐納今年三月突然腦中風 損傷了左腦 至今持續接受復健治療 英國國家機器人中心的 Vitalize計畫 藉由AI機器人幫助他進行上職復健 看起來是復健機器人舉起手臂 引導患者跟著坐 但其實是腦機界面偵測到患者腦部動作 再有機器人及時提供動力和模擬反饋 Vitalize計畫由歐盟資助 先前已經在奧地利進行三個月測試 團隊在開發過程中與十六名中風和腦損傷患者進行合作 了解機器人治療 是否是否能激勒於是否能激勒患者繼續復健 麥克唐納是英國第一批測試的患者之一 大約八尺的急性中風患者手臂活動受到限制 要改善肢體功能需要長期重複鍛鍊 由於英國醫療服務資源有限 無法為每位患者每次療程提供一對一的物理治療 患者通常透過手冊或影片自行復健 儘管機器人永遠無法取代真人物理治療師 至少可以填補人力空缺 陪伴中風患者復健 早日恢復健康 TBS新聞綜合報導